中華民國空軍廣播 我與台灣北部空域 高度6900公尺的中共軍機 注意你進入我空域 你將往會浪安全 立即會轉脫離 8月5號早上9點37分 有人錄到空軍廣播要共軍戰機 盡速離開我們的空域 分別在早上8點 8點02分跟8點06分 還有9點18分 9點25分 9點27分 以及9點37分 也都有廣播驅離 因為前一天共軍軍演首日 從海域投射飛彈 他還氛圍愈發緊張 大陸解放軍隊 台軍演第二天 恆春機場現場3架無人機 展開機翼待命 另外頭停機坪 還有黑鷹跟眼鏡蛇直升機 隨時症狀待發 黑鷹轉動螺旋槳熱機待命 一大早空軍準備訓練 出動了消防車灑水 3架黑鷹6架眼鏡蛇 停住在恆春機場的機坪 好幾架阿帕器在機棚檢修保養 而同一時間在嘉義 早上9點28分 兩架F16從嘉義水上基地 掛單升空戒備 絲毫不敢踪斜 這時應該有時會比較接 不過我也是平常心看待 因為我們的國風 原本就已經都有在加強 所以說也沒什麼差 應該是大家休息一下 沒關係 在這兩天的過程當中 大家也感受到 這個國家應該是 消化剛才是有點危險 當地的軍民也感受到這兩天空軍頻繁尋差 為了確保空域不受到侵擾 不是廣播 但是軍事專家認為 反而可能會引起空軍反彈 對 你會激怒他啦 因為他已經把他看成 這個東西就是他的內海 把台灣看成他的國土 侵入到領海 十二海裡 你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例如說高雄 基隆兩個那個演習區 他真的飛機在那邊的話 你就應該把他擊落啦 這一次大陸解放軍演習 超越領海飛彈示威 但國軍小心謹慎 極度克制 TVBS新聞機械 和許利凡羅伊 心理參與SNG小組 南部長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